大家好 这期课呢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Clean的实现的方式 这里我们用到的这个数据呢 还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那个 这个关于这个电影 电影的这些数据 那我们要判断的是这个位置的这个顶 它是属于什么分类的 好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这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我们 这边的话我们定义了这个两个类别 一个呢是X1 一个呢是X1Y1 还有一个是X2Y2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X1呢 它的座标是123 123这里 然后Y1呢是104 然后100 然后81 是其实它对应的是这个爱情片的数据 那这个X2和Y2呢 对应的是这边的101 99 98 然后Y2是15 哦 它对应的其实是动作屏的这些数据 好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位置顶 这是位置顶 位置顶 那X18 然后Y呢是90 那这边的话我们用 我们先把它用这个闪顶的方式给画出来 就是一个呢是红色类别 还有一个呢是 这个蓝色的蓝色的这个顶 呃我们的这个位置的这个顶呢 我们用这个黑色来表示 就是我们要判断的这个顶 我们要判断这个顶呢 是属于哪个分类的 好 下面的话我们画一个图例 就是画一个图例 然后这边我们传入这三个顶 然后在图例 它的这个 就是这三个说明 好 那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KN 它的这个 具体它的算法是怎么实现的 那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我们首先呢 先定义这个定义一个Xdata 那这个Xdata呢 它其实是包含说这个所有的顶 就所有的一致的顶 这个 这几个顶是说 就是我们这里 这个红色和蓝色的顶加起来 所有的一致的顶 然后每一个样本呢是一行 每个样本是用一行来表示 那这个Ydata呢 是标签 那标签我们可以随便起门子 比如说我这个 我这里也有就是 它是一个A这个类别和B这个类别 我们这里分成两个类别 当然你可以改成其他名字也可以 然后Xtext呢 是我们要测试的数据 它的特征是1890 好 那 首先的话 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总的样本的数量 那这里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Xdata.shapeLin 0呢 是代表这个 它的这里这个NumPriorate的一个行数 总共呢 就总共呢 有六行 所以说这里我们得到它 总共有六个样本 好 那这个函数呢 是用来复制的 就是 它是用来做 做这个复制的 那我们把Xtext传进来 就是我们要复制这个东西 好 那 这边这个参数表达是 就是我们 行呢 要复制多少次 然后列呢 要复制多少次 那这边的话 我们的行呢 我们这里就取6 因为这里我们一共呢 有六个样本 那我们 这个测试数据 测试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复制六次 然后列呢 我们就 1的话 就是只复制一次 那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相当于是 把我们的这个测试数据呢 复制了六次 在行的这个方向 复制了六次 复制的目的呢 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呢 要计算就是这个测试的这个点呢 和所有的样本点它的一个距离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呢 它这里一共有多少个样本 我们就 这个距离呢 我们就要算多少次 那这里有六个样本 所以说等一下我们要算六次 所以说我们这里先把它复制 复制六次 好 下面的话就计算这个X 与每一个样本之间的一个差值 那差值的计算方式呢 就是我们这里 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这个复制嘛 其实得到就得到这个结果 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再减掉Xdata 然后最后得到 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就是 我们的这个测试数据 跟每一个一致的实例 它的一个差值 差值计算出来 差值计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计算这个 这个差值的平方 那差值平方 就相当于是对它里面的每一个 每个元素求平方嘛 然后得到这个结果 求平方之后呢 再求和 这里求和呢 是对对它的每一行的这两个数据 进行求和 那这里axis等于1 就代表着对它每一行的 这两个数据进行求和 求和完了之后呢 就得到了 得到了六个数据 那这六个数据呢 然后最后我们还要做一个开放 就再对这六个数据呢 做个开放 开放完之后呢 就得到这六个数据 这六个数据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欧式距离 其实我们这里就是在计算一个欧式距离嘛 计算这个差值 然后差值的平方 平方在求和 求和在开放 其实就是这个步骤 先计算差值 差值的平方 平方在求和 求和在开放 其实就是这个步骤 反正这里的话 我们计算出了六个这个欧式距离 就是 相当于是我们的样 测试的样本点呢 跟每一个实例之间的一个欧式距离 下面的话 我们从小到大进行一个排序 这这个里面呢 就是这个里面的保存的是我们的距离 我们距离的话 我们这里使用它一个排序的一个方法 那这里这个排序呢 我们要注意它这个排序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结果 它这个结果呢 不是说在原来的这个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排序 它排序 这里排序呢 得到的这个这个东西呢 是它的一个 手引 它是一个从小到大进行的一个排序 我们看一下 这里这里面这些数据 它的最小值是这个值 这个值是最小的 所以说这个值呢 应该是放在第一个位置 那这个值它的手引呢 是1 它这里从0开始说 这里是0 1 2 3 4 5 所以这个位置的手引呢 是1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得到 它这个排序呢 是对它的手引进行排序 好 所以说它最小值是1这个值 然后 那第二个 第二个位置呢 第二小的值呢 是这个值 那这个值它所缘是2 然后再到这一个 那这个值它所缘是0 然后再到这个 这个所缘是5 然后再到 这个这个所缘是3 然后再到最后是这个 这个的所缘是4 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其实是相当于是 对它这个数值呢 从小到大进行一个排序 但是我们这里得到的是 它的一个 手引 它的值的手引 好 那这里定义一个 空的字顶 然后下面我们设置一下k的值 那这个k的值 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说我们要选 选一下 就是 跟这个我们测试样本顶 最近的几个顶 k是代表最近几个顶 k是5的话 现在说我们要 找到跟它最近的5个顶 这里的话我们 循环 呃 这里我们要做一下这个统计 那我们k的值等于多少呢 我们这里就循环多少次 那k等于5 我们这里会循环5次 那我们看每次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每次的话 首先我们先从这里呢 从这里呢 选取一个值 那这里这个i呢 那它是从零开始的 呃 它的取值是零一二三四 总共呢会取五个值 那 这个值 它的第零个值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上面是这里 这个值它的 第零个位置呢 就是 就是它 它可以取到1嘛 因为 这个东西呢 就是相当于是它的进行 从小 这个数据呢 进行从小到大排序之后 得到的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取到它第零个值 其实就是取到1 它的1值就是一个数码嘛 取到1这个数码 然后我们这个ydata呢 ydata 然后取到ydata 它里面的第一个标签 那ydata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东西 相当于是我们取到第一个值 它所对应的标签 它第一个值所对应的标签呢 是a 好 所以说这里的话 我们会得到 这里会得到个a 那这里是一个a 得到这个a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是个字顶 字顶这个get这个方法 我们会找一下这个a 呃 a这个键 它所对应的值 那这个字顶 因为它是刚开始呢 它这个字顶是空的 所以说它找a这个键呢 它 就是说如果这个a它不存在的话 它里面的值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给它复制为0 那这个0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get这个a这个键 它所对应的值 假设它值不存在 我们就给它复制为0 好 那这个a 它这个键呢 对应的值就是0 0的话 这里我们得到0 0加上1 就是得到1 然后我们 写入这个字顶里面 就是a这个标签 然后它的这个键 对应的值呢 是1 好 下面的话 我们再看第二次循环 第二次循环的话 我们这里这个i呢 就变成了1 1的话 它取到的数 就是这个数 这个数是2 就相当于是我们取第二个数据 它所对应的标签 那第二个数据所对应的标签呢 也是a 好 那这里也 这里会得到个a 那这个a呢 那这一次的话 我们在这个字顶里面get 这个a的话 我们就得到 我们就 它因为呢 前面已经保存了一个值 所以说现在已经有值了 它的值呢 就是1 我们就会得到个1 1加上1呢 就变成2 然后这个a这个标签呢 那a这个键呢 它所对应的值呢 就变成了2 就相当于是我们在做统计嘛 就我们统计一下a 这个标签 它的出现了次数 好 然后 然后这里的话 这里个a呢 就变成了2 a变成了之后呢 就可以取到0 就相当于是第0个数据所对应的标签 第0个数据所对应的标签也是1 也是a 那a的话呢 这里就变成了3 然后a所对应的标签 a所对应的值呢 就变成了3 然后下面的话 下面的话 它会取到两个b 那这个a等于3 a等于4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是取这个 第5和第3个数据 它所对应的标签 其实就是b 然后这里的话 这个字典的话 又会保存两个 就又会把这个b保存进去 那b呢 刚开始会等于1 然后再于循环式呢 b就等于2 那最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这里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字典打印出来 最后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a a呢 对应的值呢 是3 b对应的值呢 是2 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统计了 a和b呢 分别有多分别出现了多少次 好 下面的话 我们要再做一个排序 因为呢 这个字典里面呢 这个顺序呢 可能是乱序的 就是他不一定说 不一定说这个a出现在前面 或者是b出现在前面 那我们要对这个字典呢 做一个排序 这个排序呢 用这个 Python自带的这个排序的方式 那这里的话 我们把这个传进去 把这个字典传进去 那传出字典的时候呢 我们是传入这个字典 然后点items 那这个items呢 它其实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字典的键 这是字典的键 还有一个部分呢 是包含这个字典的值 它其实是两个部分 那这个步骤呢 这个步骤呢 它的意思是 我们要对前面的这个东西 它的第一个位置进行排序 那我们前面讲的就是 这个items呢 它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键 一个部分是值 那我们要对它第一个部分进行排序 那它其实这两个部分 它是从零开始输的 就是它第零个部分 相当于是它 它的这个里面 它第零个部分呢 是进行第一个部分是值 所以说我们对1进行排序的话 就相当于是 我们要对它的值进行排序 它的值呢 就是这个3和这个2 我们要对这个3和这个 它的值的这个部分 进行排序 排序完了之后呢 这个reverse等于2 就相当于是 我们要再取它的倒序 相当于是我们从小到大 进行对它这个字典里面的元素 进行排序 那应该是它排序完之后呢 再取个倒序 然后最后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我们看和上面的结果一样 那可能是一个巧合 当然 如果你的这个字典 如果比较大的话 可能你里面的元素比较多的话 比如说你分类的种类 有很多很多 很多个类别 那它就不一定是说 肯定是你想要的这个样子 那你就要做这样的一个排序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排完序之后呢 其实就得到你想要的这个样子 就是 因为它对这个值进行的这个排序 大的在前面 小的在后面 那最后你得到这个 这个字典呢 它这个结果呢 它肯定是 出现的比较多的这个 这个类别呢 它就排在前面的 好 下面的话 我们获取这个数量最多的这个标签 那我们就对它这个 对它这个里面的这个 这里是 排序完之后呢 得到 它得到的是一个list 这里是一个list 你看它这个括号 那我们要取它这个list里面的 这个 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是代表它 这个出现最多的表情 所以说我们先取到 它这个list里面的第0个元素 就是第0元素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再取它第0个元素里面的 第0个位置 那就是这个 就会取到一个a 所以说我们最后得到了这个分类呢 最后我们的这个测试的样本 它应该得到的归类呢 应该是a这个类别 好 那 kn它的一个算法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当然 假设你有更多的类别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类似的这样的方式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不止分两个类别 你分多个类别 那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步骤 好 那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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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